欢迎收看今年天下 台经院公布了最新的景气调查 在十一月的营建业 已经是连续四个月都是呈现下跌的了 大环境冲击到房市的一个买气 而整体来看 明年的景气其实是并不理想的 得靠内需来做支撑 另外中央大学台经中心 也发布了十二月的消费者信息 指出CCI 同样创下十三年以来的新低 那么认为明年要靠内需抵挡出口的一个衰退 目前来看的确是难度很高 所以现在依旧是有看不到春宴这样的情况 另外距离二零二年台股封关 剩下最后三个交易日 有分析是认为如果景气衰退 是比预期来的更加严重的话 那么台股很有可能会在明年跌破万点 呈现L型的走势 那么甚至有可能会重演一九二九年 大萧条的惨况 另外还要关注中国的新能源产业 在二零二二年诞生了二十家的独角兽企业 那么其中电池领域就占了有九家之多 包括华为百度 阿里巴巴跟腾讯 现在也纷纷的在发展新能源 到底他背后的商机有多大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资深分析师谢晨燕 大家好 科技公司总经理吴金融 大家好 台经院六所所长吴孟道 大家好 以及资深分析师李永年 大家好 好 陈燕明年景气究竟是如何 现在中央大学台经中心 他们说这个十二月消费者心指数CCI 目前来看 他们认为明年要靠内需 来抵消这个出口的一个衰退 看起来是不乐观的 对 春燕会不会来不知道 但是陈燕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大家对整个台湾景气 未来的一个状态 其实非常非常的关心 我们先看一下台经院所公布的 十一月的一个景气动向的一个数据 制造业跟服务业的部分是略为上扬 但是我认为这个上扬的幅度跟力道 其实还不够大 基本上有可能是已经是跌升以后的 一个微幅的一个上升 那是不是真的进入了上扬的一个阶段 我觉得还有待我们去看十二月 甚至一月的整个景气动向的一个情况 在这当中比较重要 我觉得要去看的是 营建业的测验点连续下滑 已经四个月了 那我们也知道营建就是房地产 房地产算是整个景气的一个火车头 如果说房地产的一个市场 建顶了开始往下走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未来的整个相关性的 一个景气的带动会受到一些牵制 当然因为整个营建业我们所看到的 包括原物料的上涨 过去搭所谓的缺工的一个状况 所以让整个房地产的价格持续的攀升 也让整个建案不断的在扩张 所以当营建业测验点连续下滑 是不是也在告诉我们 这个持续扩张的状态已经缓和了 是不是要往下走了 那因为也来到2020年5月的新低 所以这样看起来 明年的景气确实不太理想 实际上我们目前从整个产业 所收集回来的讯息也是这样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台经院特别提到 必须要靠内需 为什么 因为你要嘛你就外勒 外勒我们可以靠出口 但是你如果是外人的话 我没办法靠出口的话怎么办 那目前看起来我们是内瓶 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体的状况 好像比国际市场好一些些 可是你出口下滑 你要推升你整个景气 你必须要靠内需 但是什么叫内需 叫做消费 叫观光 各种百货 各种买器能不能来带动 但是中央大学台经中心公布 12月份的消费者信息指数 因为消费者信息指数代表 你对未来的一个看法如何 因为我们不像有些人 他可以买很多包包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去比较 他就发现说 这个信息指数又降了 然后也创了13年来的一个新低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大家对未来的景气 可能不太乐观 在不太乐观的过程当中 他对于未来的支出 一定会减少 所以明年要靠内需来支撑的话 恐怕难度很高 对 当然很多人会说 那是不是中央大学打脸台经院 我跟各位讲不是 因为这是两阶段的想法 台经院是告诉我们 外面不是很好 我们要靠内需 那中央大学告诉你的是说 如果要靠内需撑起来 不乐观 这个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是靠出口 你内需要整个 cover掉你出口下滑的部分 我觉得难度确实是比较高一点 而且最近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房仲在路上揽客的比例变高了 房屋仲介不是发传单 你怎么可能 你又不是卖个咖啡 或是卖爱心笔 你去路上揽客 可是这个会不会是因为 没有人要走进店面 永庆房屋做了2023年 第一季的房市前瞻报告说 房市多头走到尽头 这个数字就呼应了台经院 所做的这个营建业测验点的这个数字了 非常的符合 因为所以接下来房市面临的两大压力 第一个预售屋 如果你认为未来的价格会往下掉 你要不要干脆弃手原来的预售市场 其实我之前有特别提过 我说如果你的房贷利息一直在升高的话 一定会棄手的 那棄手怎么办 那预售屋的建商怎么办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明年新增的供给又突然爆增 因为很多过去看到房市这么好 冰命盖 冰命盖 明年到期刚好交屋了 盖好了 那突然的供给爆增的时候 然后大家想 就卖压了 我房贷我缴不出来 我干脆卖掉算了 卖压会不会涌现 这个我们要注意 所以消费者信心持续的一个下滑 绝对会是我们得去思考 经济支撑 怎么样能够做起来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态反映在台股 所以国安基金 我從來沒有看過 我在這個股票市場 當然沒有像有年哥七八十年 沒有 可能沒有那麼久 我大概也有一二十年 也有一二十年 那其實我還沒有看過 國安基金主動告訴你 這個我們可能 不只要陪大家過年 可能要過好幾個年 什麼意思 要陪到兩年 這個兩年 國安基金到目前為止 戶盤大概在一年到一年半之間 已經算很久了 是一個階段性的任務 而且你告訴我這個意思是什麼 你的意思是說 我要躺在這個病床上 要躺到兩年 所以你要在旁邊一直照顧我 這個意思嗎 不排除 意思就是說 這次的經濟狀況 可能比2009年金融危機更嚴重 所以我這個變長照了 的確持續的時間可能會更長 對 我說真的是長照產業 國安基金 那當然這個也在暗示大家說 經濟的一個下行 那經濟的下行首當其衷 當然是科技業 所以我們最近也看到 整個電子股的量不斷的萎縮 尤其是過去我們 大家都很開心 10千金 8千金 現在誰要談千金 現在連500金 這500塊錢 可能都有點困難 其實到26號的時候 500塊以上的股票 只剩下12檔 當然27號也就今天 有回升4檔回來 但是你要知道26號 這個我們叫高價股 高價股的部分 蒸發了320億 這個很嚴重 為什麼 因為高價股代表法人 代表市場的買氣 當然這當中重中之重 是台積電 我們也知道台積電 佔台股的權重 大概在28上下 所以如果台積電撐得起來 台股是撐得起來 這個叫門面 那如果台積電撐不起來 那就麻煩了 然後我就發現說 台股的量縮 最近突然之間 好像大家都不想交易了 因為越做越辛苦 所以量能急速的一個萎縮 那這個萎縮的量 其實很嚴重 那當然也影響到台積電 那台積電因為沒有外資 沒有外資的日子裡 這個歌不要唱了 那沒有外資的日子裡 連續兩天窒息 你知道一般來講 台積電的 最近10天的平均交易量 大概落在兩萬八千張 好的時候一天四萬張 六萬張 這個是常態 但是這兩天 今天有超過一萬張 昨天竟然不到一萬張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法人對台積電 完全食之無味 氣之可惜那種感覺 那當然這樣對整個大盤來講 就會有影響 所以電子股首當其衝 後續如果在沒有國安基金 互盤的情況下 隨著景氣往下掉 那股市也會受到影響 大家的荷包也會縮水 所以是不是趁這個時候 先把錢還給我們好不好 讓我們日子好過一點 不然這個年怎麼辦 好 剛剛陳彥帶我們看到 就是國安基金很有可能 互盤的一個時間 有可能會達到兩年 這是不是代表說 可能在接下來明年的話 這個景氣依舊是比較不樂觀的 那麼剛剛我們也特別提到 對臺灣來講 這個出口導向 但是出口如果不好的話 到底有沒有辦法靠內需來做支撐 就要請教吳所長 如果說從現在這些經濟數據來看的話 可能明年的出口表現 也不會太樂觀 那麼在內需的一個部分 是不是真的有辦法來支撐 臺灣的經濟 是 我想 剛剛陳彥其實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我想明年說真的 臺灣如果不靠內需 我還真的想不到可以靠什麼 我真的還想不到靠什麼 我們直接看主機種 我也不要說是我們自己 臺軍的 你直接看主機種 出公佈的這個數據 很清楚告訴你一件事情 明年基本上在內需消費這一塊 對整體的經濟的貢獻的比重 高達九成 我們明年大概預估 大概只有2.75% 這是主機種出預估的 成長率不保三 但是裡面有2.48% 是由消費來貢獻 那當然我也意思說 我不是說中央大學 這個消費者新進指數就不準 不是不準 他是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 他意思是什麼 我可能會稍微比較保守一點 但是老實講真的 你還是要吃啊 住啊 娛樂 這些都還是要 你的必要的需求 你還是會有 所以為什麼剛剛其實 陳妍在講到這種所謂的 政府是不是要還稅於民 我也認同應該要還稅於民 不過吳所長 大家就說 如果超增4500億 要求說要還稅於民的話 會不會以後有債留子孫 這樣的問題 我想債留子孫 如果純粹就現在這個超增 4500億來講 是不會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不會有這個問題 是因為這個稅已經收到手裡來了 代表什麼 我有足夠的預算去撥補 我就講了 比如說大家現在討論的是 你如果今天每個人發一萬塊 一萬塊基本上就兩千三百億 拿一半出來不為過 你還有兩千三百億 你基本上雖然說 我們的財政部 現在代理部長希望說 我可以把這筆錢拿來還債 因為我們現在的國債 中央政府的債務 大概有五點五點七兆左右 如果加計地方政府的話 大概有六點五兆 所以你把一部分拿來還債也OK 所以我意思是說 這不會有債留子孫的問題 我們通常會講債留子孫的問題 最主要是因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這個預算 但我偏偏要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什麼 我可能就要舉債來 補足這樣的預算 所以這個才會把這個債務 遺留到後代子孫來還 所以我說現在看起來是 如果今天也是稅收超增 我認為把這個稅拿來發給民眾 不管是現金或是那個振興券 我覺得都是合理的 那當然如果要就效用來講 因為我一直覺得政府的角色 是一個點火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他絕對不是真的 我今天就是要很用力的去消費 政府沒有那個 你要讓民眾有意願 有這種信心去消費 所以他點火的角色是什麼 他寧願用這種所謂的振興券 效果會好一點 因為我們以前都討論過很多次 現金基本上可能會有一些替代效果 現金收了我可能也不願意 也不願意花 我可能存起來了 對 那券我當然就一定要 一段時間我就要花掉 所以他會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我要申請教吳所長 如果說是三倍券 五倍券的話 你會不會反而是助長 讓通膨的問題變得更嚴重 我想就目前那個通膨的角度來講 因為我剛剛講的 就是民眾一般的消費 其實還是 我就講 他其實已經在這一波 已經漲到一定的地位了 那你多說真的 你多著那個所謂的 不管是也許可能是 一個人五百塊 也許可能是一萬塊 他對整體的 這些消費市場的狀況 他說真的 他對物價刺激座不會有那麼大 我覺得不會有那麼大 那當然原因也是因為 現在物價相對來講 已經是在比較高 而且台灣很多的物價 都是來自於哪裡 進口物價 對 就是這些能源的價格 或是這些相關的 這些糧食的價格 因為我們都知道 因為國際的這些 整體的進口 相對台灣來講就是比較高 所以台灣必須要承擔那樣的通貨 但是老實講真的 你就發卷這個角度來講 我覺得對物價那個效果 不會有那麼的大 那當然回過來講 我剛剛前面在講 為什麼說一定要靠內需 其實很重要一點 就是因為出口這一塊實在太弱了 弱當然不是因為台灣的問題 台灣的那個附加價值 台灣的生產力還是很強 問題是什麼 國外大家都不要 都沒有單支 大家就沒有訂單下來 你看我們的外銷訂單 最新的11月衰退23% 這是13年新低 這代表什麼 是全世界整體的 這樣的一個需求在萎縮 如果全世界需求在萎縮的時候 你怎麼能夠奢望 台灣會有一些好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的難處 所以我也為什麼說明年說真的 如果今天假設要讓經濟 在2.75 假設真的2.75 這樣的基礎上面 可以再稍微往下加一點 那我覺得透過這樣 maybe可能是把這些黃稅與民 那消費可以帶動起來 我覺得這是比較好的一個 作用的一個效果 不過廠商對於接下來 可能半年左右的這個景氣的話 目前來看還是比較悲觀的嗎 相對來講 因為我這裡其實有呼應到 剛剛那個中央大學 做的那個調查 因為他是針對消費者 那我們是針對廠商 做的未來半年的景氣看法 我說廠商其實會比消費者 樂觀一點 我說一點點 但不是說很多 一點點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廠商其實說真的 因為他本身東西 他還是得 我講 我員工要顧 我是生產生產生產 是要亂 我當然希望景氣 可以稍微好一點 那也確實有一些廠商 確實嗅到某一部分的一些 可能稍微已經落 景氣有點落體反彈的一個跡象 那比如說好了 我們剛剛講的 以內需來講 服務業當然就是最多的 我們最近講的這些 那個所謂的觀光餐飲 或者這些旅遊 這市場很旺啊 對 反而是相對比較樂觀的 對啊 你搞不好 你去看一下 你在過年 你在搶 搞不好 你要去訂個房間 搶票都搶不到 很難訂 對啊 很難訂啊 所以我說你看起來 目前我就講啊 因為疫情在鬆綁之後 我想這一些之前被壓抑的 這種消費需求就會出來 這是從服務業角度來講 當然裡面還是有比較悲觀的 那當然最多就是 其實我們就剛剛講電子零組件 或是這一些相關的 包括這一些 跟出口比較有關係的機械產業 那因為為什麼悲觀 其實就是因為什麼 因為它現在處在一個 庫存去化的階段 那這個其實我說真的 到明年看起來 說真的到明年第一季 也許可能到第一季 都還在去庫存 那最有機會可能是要到 那個下半年以後 所以我說製造業這一部分 當然因為跟出口 連動性比較有關係 所以它會相對比較悲觀一點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悲觀的 那當然就是營建業 營建業其實剛剛陳彥有講 我是講營建業受到 我說兩大壓力 一個叫什麼 升息壓力 升息房貸利益 看房的需求 還有這些購物的需求 相對來講就比較減弱 另外一個很重要是 明年可能相對來講 景氣是下滑的 那景氣下滑 你也說真的 大家說真的 買房很多人都是什麼 認為看起來房地產 還有機會再往下走 還有下修的空間 我就保留一點 我可能不會那麼積極去那個 所以他其實對這些營建業來講 會比較 尤其是在這種購物需求 會比較差一點 但是說真的 還有另外一個 因為我們都知道 營建業裡面 還有一個叫營造業 那營造業 因為我就講 因為政府在整個點火角色裡面 他通常都會什麼 當景氣不好的時候 他會比較積極去推 基礎建設 對 基礎建設 或是公共建設 所以預算規模會拉得比較高一點 所以在營造業的部分 反而是比較持平 對 他們相對就比較持平的看法 他們不會看那麼壞 這大概就是整體的 我覺得對明年我們在臺灣經濟的一個看法 好 不過跟大家荷包比較有關的 大家非常關注 就是究竟明年 這個臺股的表現會如何 如果說景氣並不樂觀的話 那麼距離二零二年 臺股的封關 剩下最後這三個交易日了 如果說景氣衰退 到時候比預期來的更加嚴重的話 那麼要請教永年哥 臺股到底有沒有可能會跌破晚點 是有機會 我不敢講說沒有機會 我講是有機會 那可是它是有特定的條件才會跌破的 那麼我們這樣講 我們看了兩種未來的二零二三年 有可能的走勢 給大家看一下 一個叫做正常版 一個叫骨災版 就是正常的情況之下 會跌到什麼程度 那如果發生全球性的骨災的話 我們又會跌到哪裡 大家看一下 我們是認為說 現在大部分的這個證券公司的投顧 那個研究員 大部分都看一月應該是最高點 就是明年的最高點 那我們就算一萬五千點好了 比較好算 從一萬五千點起算 大概會跌到五月份左右 因為第一劑不好 這是全世界人都知道的 那麼跌到一萬五的話 大概會跌到哪裡 我們用這個波浪理論來算的話 大概是跌到一萬一千 一百到一萬一千五百點之間 那到了五月以後 到九月 我認為它是會做一個區間震盪 對 區間震盪 想要看能不能做主底成功 那它的高點 大概是一萬兩千五百 到一萬兩千七百點之間 在這邊震盪 震盪了四個月之後 到第四季 第四季會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第四季不是旺季嗎 常常年底是有機會往上來 大家會想要旺季 所以其實現在大部分人的看法 都認為第四季 它會開始往上走 對不對 尤其是因為二零二四年的一月 要總統大選 立委選舉 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會有選舉行情 可是我反而認為 不太容易出現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 每次選舉的時候 地緣政治危機就起來了 所以你現在想一想 為什麼我們的國安基金 要互盤互兩年呢 是不是 OK 好 所以可能有一些地緣 政治因素不確定 對 會有一些不確定因素 因為其實股市最怕什麼 就是不確定的因素 所以我是認為到時候 或許它會稍微的往上走一點 可是你說要有個噴出的行情 大概機會不是很大 好 那麼萬一發生了股災板 這個什麼叫股災板 就是萬一發生了 像是一九二九年的事情 大蕭條 那個時候 經濟大蕭條 對不對 現在年輕的同學 可能都還不知道這麼一回事 那像這個陳妍剛剛講 我做股票已經七八十年了 OK 我距離這個一九二九年 比較近一點 對不對 比較近一點 所以我還清晰的記得 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永年哥 你為什麼不會舉兩千零八年 或是你怎麼會想到一九二九年 是有一些時空被已經很類似嗎 非常的類似 其實金融海嘯 金融風暴 那個時候 它是金融體系出了問題 對 那這個經濟大蕭條 一九二九年經濟大蕭條 它是經濟出了問題 經濟景氣整個大環境出了問題 那我們現在大家有沒有發現 今年我們在看什麼 通膨 殖利率 升息 還有這個美元升值 這三個問題 明年現在大家都在看什麼 經濟景氣衰退 是不是 那是不是就跟當時的情況有點像 等一下我再來仔細講 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發生股災的話 我指的是全世界的 全球性的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了 國安基金 兩個國安基金進來都擋不住了 OK 好 那所以會變成怎麼樣 我們在上半年 我們還是一樣看 跟這邊的情況是一樣的 可是到了第三季 第四季以後 它再度的往下跌的 可能性就會變得非常大 為什麼認為會發生在第四季 因為大家對第四季的期望本來就很高 可是到時候我比較擔心的是 萬一發生了經濟景氣 繼續衰退的情況 失望性的賣壓會出來 可能比大家預期的更加嚴重的話 對 對 對 那這樣子的話 一萬一千點到一萬一千五百點 就不會是明年的底點 那它就有可能會跌到哪裡 八千八到九千一 這個不是隨便講的 這個是用波浪理論來算的 它大概會跌到那邊 跌到那邊 不過 如果是真的跌到那邊的話 那在這個選舉之前 反而有機會有個反彈的行情 這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好 那麼我們回過頭來講 現在跟這個當年 一九二九年 我小的時候 到底有什麼情況是類似的 好 大家看一下 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九年之間 美國股市是狂飆了六年 那我們這次漲了十三年 對不對 然後到了一九二九年的十月二十九號 當天開始 美國股市開始崩盤 是 好 那麼經濟大蕭條 發生的過程是怎麼樣 因為漲了六年 所以它發生了膨膨 其實有點像我們現在這一次也是一樣 是不是 發生通膨 然後聯準會做什麼 緊縮貨幣攻擊 對 OK 好 跟現在也一樣 緊縮之後經濟惡化了 惡化經濟 對 可是它經濟惡化之後 它聯準會並沒有 因此而停止升息 它繼續的升息 你有沒有覺得 跟現在鮑爾講的話一樣 對 是不是 OK 所以它變成一個 本來是一個正常的景氣衰退 結果它演變成了經濟大蕭條 OK 好 那麼之後它繽紛兩路 我們這個 它的情況演變成繽紛兩路 第一個是怎麼樣 是聯準會 終於發現不行了 要降息了 所以這一次 這個我為什麼看到2023年的年底 還會不好 因為這個鮑爾講了 我們最快也是要2024年才會開始降息 對不對 所以你看它開始降息了 然後它不過當時降息的速度很快 大概1930年的年中 它的利率就降到新低了 可是因為它降息降太快 然後大家預期怎麼樣 它會從通銅變成通貨緊縮 對 所以消費者不願意 反而不願意去花錢交費 當然 因為我今天買一個雞蛋 可能13塊 可是明天它可能降到12塊了 後天它可能降到11塊了 那我為什麼要買 我當然等到它這個跌到低點 我再來買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通縮 所以造成的問題 30年底全球經濟衰退 到33年才達到谷底 等於說它是有持續兩三年以上的時間 是要持續三年 所以我要講的是什麼 經濟景氣衰退 是比金融風暴要來的恐怖 因為它的時間會拖得很長 拖久 對 時間會拖得很長 你知道嗎 因為金融 叫金融風暴的話 它很好解決 因為它只在金融體系裡面 所以它用這個貨幣政策 或是用這個利率政策 它就可以把這個解決掉了 可是你當你經濟景氣衰退的時候 那就不是 所以當時羅斯福總統 他從一九三二年開始 用這個採用新證 對不對 就是去擴大這些公共建設 什麼要提振 大家讀歷史都以為說 這個羅斯福總統用新證 救了這個全球的這個經濟景氣大蕭 經濟大蕭條 其實錯 它新證實施了三年 結果拉起來又掉下去 所以再實施第二次的新證 又是三年 所以拉起來又掉下去 結果碰到什麼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它終於恢復了 OK 那如果說整個景氣不太好的情況之下 我們如果說對明年的台股 不能夠太樂觀的話 那麼有沒有一些這個族群 有可能有機會可以在險中求生 有 那個生計股 生計股 我想大家可能一聽到生計股 不太好吧 不太安全的樣子 不一樣 現在的生計股不一樣 你是本夢比而已 應該沒有基本面 現在有非常好的基本面 為什麼 因為中國的疫情 中國大陸疫情 其實大家都講說 可能四月就會比較 四月以後就會比較好了 我不認為 我認為到六月以後 可能明年的六月以後 可能都還不會好 沒有辦法那麼快就去環 不太可能 尤其這次春運開什麼玩笑 五六億人在那邊移動 你看看那個到時候 疫情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他現在搶藥 還不是最高潮 現在雖然已經沒有藥可以搶了 可是搶藥還不是最高潮 那所以對於我們臺灣的一些 做這個原藥藥 或者是學民藥的 這一些的 這一些的這個 大家可以看這些股票 最近都漲得很兇 對不對 那我有一句口號叫什麼 去年貨櫃航運 去年航運股 明年生計股 所以生計股有可能會複製在先前 航運股這樣的榮景嗎 有可能 有可能 尤其他們這一些的這個製藥的 他們是真正的有這個 基本面的 真正有基本面的 然後你看看他們的這個本益比 還有他們的盈餘的成長 都是很恐怖 他們的盈餘的成長的倍數都是很恐怖的 所以我是覺得 那這個尤其在明年的上半年 這個生計股 尤其製藥股 應該有機會表現 好 剛剛有年哥 但我們看到的是在這個生計股 有機會可以在明年 整個大環境不好的情況之下 有機會來險中求勝 那麼在科技業 其實從新冠疫情以來 是經歷了大起大落 那麼在明年 有沒有也有哪一個族群 是有機會的 我們看到 其實這是AMD顯卡 最大的供應商 叫做漢訊 邀請教吳總 漢訊的總經理 陳建衛他說 目前顯卡最壞的情況已經過 但事實上 他今年前十一個月的營收 年減的幅度是達到了四成以上 真的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嗎 第一個 顯卡是屬於比較 就是產業景氣循環比較大的一個 就是一樣的產品 顯卡在前一陣子 就是在以前 他還有一個牽扯到 就是說跟虛擬貨幣 我們虛擬貨幣 基本上可以分兩大塊 一大塊是比特幣 比特幣它有特殊的一個 等於它的 我們講就是說 它有特殊的機制 就是有一些運算的方法 利用這個運算 我們叫做挖礦 比特幣有它挖礦的方法 另外一個 我們稱就是由以太坊 那麼以太坊它有智能合約 所以可以以太坊最有名的 當然是以太幣 但是它這個智能合約 可以自己去訂 你可以訂一個 所以像什麼門羅幣 穩定幣 各種幣都出來 這些幣它也有一些 就是運算的方法 這個運算方法通常就是 要去解它的密 那個解密這個過程就叫挖礦 這個挖礦 所以他們主要他們發現就是說 這個像這個AMD的顯卡 或者是NVIDIA的顯卡 適合挖礦 這挖礦需求很大 所以當時像這個AMD 和NVIDIA的這個顯示卡 缺貨缺得很嚴重 它的建議售價 比如說建議售價是800塊美金 結果在市面上是賣到 2000塊 3000塊美金 是非常高的 而且你都買不到貨 它是有 不過它是我剛剛講 它的景氣循環比較大 但是以太坊在今年之後 它改變了 因為以前它有一個 就是說一個分 就是挖礦的方式叫POW 就是看你挖礦的努力的程度 可以分給你多少 你這個虛擬貨幣 但是後來它改成POS 就是看你擁有原來 你還擁有多少虛擬貨幣 你就可以有比較多虛擬貨幣 這個就把整個顯示卡 挖礦的需求就等於沒有了 這個部分當然遊戲的還繼續在 因為遊戲的玩家還繼續在 所以像漢遜 今年的營收降這麼低 當然就是說比YOY成長 就是說負成長四十幾個percent 我覺得應該是還OK 不過它是不是 現在庫存已經去化 價格在滑落這樣的一個壓力之下 現在已經有逐漸回穩這樣的情況 對 現在比較回穩 而且新的顯卡都已經出來了 等於會刺激新的要求 那麼講到漢遜 我們就講到他的總經理 陳建威 陳總 其實他是我以前的老朋友 他從做小Sales的時候 我就認識他 大家說這個漢遜上市二十年 有八年在虧錢 但是這個漢遜的總經理 陳建威他其實也沒在爬 因為他三十多年前 就已經拎著一卡皮箱 跑遍全世界 是一位超級業務員 對 他很厲害的 就是他業務非常厲害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是在一家 也是做主機板的公司叫聯訊電腦 聯訊電腦 他從就是說很菜鳥的業務員 但是當時主機板的生態 是比較傾向於賣方市場 因為1981年IBM PC出來 然後慢慢的就是過了幾年以後 PC產業蓬勃發展 所以主機板的產業發展 主機板主要都是台灣的廠商 他就是從菜鳥業務員 他主要去參展 然後參展到處發名片 客戶看到他就找到他 後來聯訊整個業務 都是陳建威總經理 把他打起來 聯訊原來營業額 大概在10億左右 陳建威把他拉到37億台幣 當時是1980幾年 大概在1986 87年左右 拉到這麼高的營業 是非常非常不簡單的 不過後來聯訊 因為聯訊的總經理叫朱合昌 其實我也都會很熟 他擴充 他這個人也是非常厲害的 本身也是一個售貨物型態的人 不過他資人善用 比如說陳總 陳建威 他就委任他做銷售 他做得很好 尤其他在歐洲 整個市場就是 他是超級銷售 然後但是因為 朱合昌想要急速擴展 就是他找了一個保固建設 來投資他 投資他以後雙方不合就是 後來整個公司他們 陳建威就是說 朱合昌被砍出去 請陳建威當總經理 但是陳建威覺得 好像也不太 覺得跟這個資方也不合 所以就出去創 這個漢訊 所以他跟七個夥伴出來 成立了漢訊這家公司 對 他主要的 都是連訊的老幹部 所以 但是陳建威很厲害的是 他因為他是售貨物 所以掌握市場 因為這個部分 連訊他原來主機板 後來他專門做顯卡 顯卡做了以後 所以漢訊出來 也是以顯卡為主 那麼顯卡他們做的部分 其實這個生意做的 就是像以前朱合昌跟我講 他其實做貿易業 不是製造業 為什麼貿易業 因為他把很多零組件組成 然後這個零組件 他自己沒有工廠 他都是請別人代工 代工好了 因為最後包裝出貨 陳總他深深的在這裡 他在連訊也十年 所以在這十年裡面 工夫也寫得很好 而且陳總的EQ非常好 你看到他臉都是笑咪咪的 所以他基本上 所以為什麼連訊這一些 RD或者是產物的 申管 大家都跟他 大家都拿錢出來 創漢訊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 其實你說他有虧錢 因為這個我剛剛講 這個有景氣循環 虧錢是 20年的時間大概8年是虧錢 大部分的時間還是在賺錢 對 大部分的時間賺錢 但主要他後來 我看他也做了很大 因為我還是會去找他聊聊天 他也做了其他的 比如說他也投資一些生計業 他也投資做這個 除了顯示卡以外的其他的一個 產業他也有投資 所以我們來講 一個經營者 一個最重要的特質是什麼 就是他要有他的專業 像陳建輝總經理 他的專業就是業務 業務非常的厲害 所以市場非常的了解 然後他講過 因為整個高科技業 經常有新的產品出來 一個新的產品出來 就等於你電腦一個重 就是reset 重開機一樣 那一reset 我機會就來了 前面做不好沒有關係 我reset再來 因為當時他創 漢遜這家公司 他股東就有很多是他的客戶 他歐洲的三家客戶都投資他 另外大陸的客戶也投資他 所以他整個 對於整個市場的掌握 非常的清楚 而且他的班底 都是革命感情的 就從聯訓十年的革命感情出來 所以他整個公司可以亂得很好 所以反而在他離開後三年 這個聯訓在2000年的時候倒閉 而漢遜則是在成立五年之後 2002年就掛牌上市 對 所以整個是 也就是說聯訓 他們不曉得 聯訓沒有諸賀昌和陳建偉 這個公司就會垮 也就是說經營者 真的是對一家公司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稍後回來要來關注的是 中國現在新能源產業 在今年其實誕生了20家的 獨角獸企業 現在包括華為百度呢 都在發展新能源 到底他商機多大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來 中國大陸的新能源產業呢 在今年誕生了20家的獨角獸企業 那麼其中電池就佔了有9家成業 現在包括華為 百度 阿里巴巴 還有騰訊 他們也都在發展新能源 對 因為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科創版日報的一個資料 因為現階段在大陸 比較重要的新的科技產業 要嘛就去創新版 要嘛就到科創版 那所以現在一級市場 光新能源的部分 我們講投資融資的部分 就有258起 整個規模是突破千億 人民幣是1077億 大家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要去做投資 你這些新的IPO也好 融資的規模也好 你有很多的選項 可是其實過去幾年 我們也知道最早的時候 什麼遊戲 電商 這個電商後來大家就不敢投了 那再來就很多的錢跑去投資什麼 半導體 連做豆漿的也在搞半導體 那時候大家也覺得莫名其妙 可是那就是一頭熱 那現在市場的資金是不是還是很多 是 可是大家想要投資 想要去往這個科技新創的方向走的時候 要走到哪裡去 發現現在最好的 也是未來十年最看好的 其實就是新能源 你新能源當然不管你說 你是太陽能 你是風力發電 甚至現在還有所謂的核融核 我們節目也聊過 甚至你又說我怎麼把 這個二氧化碳捕捉回來 把它回收 甚至我們講電動車 這相關的領域的 其實大家都聚焦在這個地方 那自然而然就會產生獨角獸 自然而然獨角獸就是它的 市值過模超過10億美金 那也既然誕生了20家的獨角獸 其中動力電池佔了9家 可是實際上投入更多資源 是在這些大的企業 包括華為 包括百度等等 我們先講 過去以發電的角度來講 大陸的煤炭的需求是非常的大 我也認識幾個煤老闆 他們當時也一直邀請我 還好沒去 要不然就被埋在那個煤礦裡面 就回不來了 那這當中煤炭生產產業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光一個2億噸的煤炭生產基地 它其實有很多的設備供應商 非常多的設備供應商 你看一個基地1370多家 好 然後你有10萬多台的設備 又有很多不同的作業系統 我們光一個Windows就快搞不定 那這麼多的作業系統 甚至你的通信協議 又不一樣500多種 怎麼辦 所以常常你會發 就是我們講不效率 就是它的系統太複雜 所以華為就說那這樣子 我有一個鴻蒙系統 我再來做一個礦鴻 作業系統怎麼樣 我把你們的這500多種的通信協議 你10餘種的作業系統 你的設備之間 我幫你做一個共通的語言 讓你更好的互通協議 這個確實可以降低非常多的成本 好 不只這樣子 那我的Wi-Fi基地台 我一直做得非常好 我都在地上 那我可以往地下埋 我埋到地下幹嘛 你埋到礦坑裡面幹嘛 我把礦井挖那麼深 你把你的Wi-Fi基地台 放在那裡做什麼 沒想到這個構思出來以後 百度做了無人駕駛的礦用卡車 所以 他在內蒙古投放了八台 沒錯 也就是說我要做這個無人駕駛的礦車 我沒有Wi-Fi這些機台 我還真的做不了 而且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可以做很多的礦坑裡面的監測 有什麼樣的狀況 我可以即時的傳回地面 所以這個無人駕駛的礦用卡車 減少了能力的需求 也讓效率提升 但你說為什麼 因為其實礦目前來講 還是高度能力需求 因為你挖的部分 他現在未來 當然你說如果有無人挖礦 這個也許 但是目前看起來 還是需要人力 可是大陸的人口的一個數量 每年持續的在遞檢 好啦 即便沒有遞檢 我相信挖礦這件事情 也不是現在的年輕人 他的首選 說實在的 也不是他的首選 所以加上了這樣的一個 無人的一個系統 地底的一個裝置 就讓整個產業產生了一些 新的一個變化 但另外一個 我剛才講到新人員部分 還有風力 所以像騰訊 他發展的是說 你要裝設這些發電機 其實像很多地方是人很難到的 就我要去衡量 我要去測量 人很難到 我要怎麼把那個點全部畫出來 然後未來我們才能來規劃 因為我還沒測量 你就叫我開路過去不可能 那隨著這個騰訊 就做了這樣的一個規劃 透過系統 然後包括在阿里巴巴的部分 我剛才講儲能 智慧電網的部分 我到底配電的時間點 還有電進來以後 我要怎麼分配 我用什麼更有智慧的方式 這叫智慧電網的部分 也是阿里巴巴在切入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覺得能源變成一個新的一個賽道 不只新能源的開發 傳統能源怎麼樣透過 我們所謂的科技業的一個整合 讓它更有效率 也是一個新的發展方向 不過你剛剛有提到 其實中國的出生人口 一年比一年少 等於說以後可能會面臨到 勞動力不足 那麼透過這樣一個新能源的話 體力工作者在未來 如果說出現了大缺口 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彌補人力嗎 沒錯 因為現階段 我們發現了兩個問題是 我們要去關注的 第一個是人口紅利的一個消失 好 這個大家都有預測到 也有理解 可是還有一件事情 大家可能沒有想到的是 疫情過後 其實很多人他對於 高危險性的工作 他不願意做了 大家開始會覺得說 生命層可貴 對不對 我萬一隨時走出去 我就染疫了 我為什麼要去做 這麼危險的工作 以前可能為了賺錢 可是現在大家會覺得 現在是YOLO這個詞 現在我看到有很多的 以前是年輕人 現在慢慢的中年資深的 他開始也要活在當下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人力的需求攀升了 可是人口結構的關係 以及大家觀念的轉變 也讓這個地方下滑 還有一個我覺得病毒 變成是常態的情況下 你怎麼樣去做好 這樣的一個職場的規範 所以這個部分成長的力道 我覺得跟科技整合的 會越來越強 好 剛剛呈現代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 現在非常積極在發展的是新能源 不過中國大陸 我們說到現在呢 在解封之後 燃煙的人數持續的攀升 加上美中之間的這個科技戰 所以供應鏈持續的出走 中國的一個市場 那麼這對於明年的這個經濟 到底會帶來怎麼樣的影響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大陸國家衛健委公告呢 從明年的一月八號開始呢 那麼取消入境的核酸檢測 跟集中隔離 而且呢也允許呢 大陸民眾呢 重新的可以出境去旅遊了 那麼但是因為現在染疫的人數呢 是持續在攀升的 加上美中科技戰 所以供應鏈其實也是持續的 在出走中國大陸 那麼要請教吳所長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像中國的經濟明年 你會怎麼看呢 我想如果純粹就供應鏈出走 這一個議題來講 我想這不是一個短期的議題 他是一個比較長期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議題 意思就是說 其實從二零一八年就開始發酵 中美貿易戰開打 對對對 很多產商基於這一些 不管是成本的考量 或是這一些所謂地面 政治風險考量 他本來就有慢慢的在 離開中國這樣的一個異位存在 但是我要特別強調 這個出走跟整廠搬離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出走其實他是在做產線 產能的調配 為什麼要特別這樣講 意思就是說 他其實只是把一些風險分散到 比如說他到越南 到印度 或是一些其他東西的國家去設廠 但是他不會全部把整廠都把他搬走 因為老實說真的 如果以現在整體的供應鏈角度來看的話 中國還是裡面最完善的 包括善中下游相關的這一些 不管是這些供應商 或是相關的設備商 他還是主要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供應鏈體系存在 所以我想就供應鏈出走 這個是比較長期的議題 如果存在看明年的角度來講 我認為他影響了 就不會是在明年的狀況 那當然我說明年最主要 當然還是剛剛其實斐玉有講 前面在一月八號 他就出入境整個這一些隔離 還有這些像連入境核酸都不用檢測了 我講一個最實際的數據 他一公佈這個訊息之後 你去看一下那個旅遊網 比如說像去哪兒像西城 他那個搜尋的那個旅遊搜尋 基本量爆充十倍 那當然主要還是出國 出國這一塊 包括日本 包括韓國 泰國 這些都是中國想要去 因為這些疫情相較於 國內也比較緩和 所以我就回過頭來講 我說因為你基本上 我覺得他剛開放的時候 我想對照歐美國家 包括可能像紐西蘭 甚至臺灣 香港的經驗 確實在一季到半年 這段期間 我想整個的這一些染疫人數 還有這些確診人數 或死亡人數都會攀升 都會大幅增加 我覺得這是不可避免的陣痛期 但說真的 從過去這些國家經驗看起來 這大概就是半年的期間 所以很多 就像我這邊列的 你發現到很多的這一些 最近的這一些投行 包括大膜 包括這些高盛 全部要大幅上修中國的經濟成長率 甚至大膜直接修到5.4% 那主要的原因當然也就是因為什麼 因為過去其實我們認為中國經濟 一直被困在這種動態清零的框架之下 所以他很沒辦法去讓他的內需直接爆發出來 其實他們看明年的經濟成長率都有5% 甚至更高 沒錯 那當然不只這四家 其實我在講 像經濟學人最近也是上調中國經濟到5.2% 那為什麼會看好 主要他當然還是也是在於說 如果假設他這些過去造成他整體經濟下滑 把這樣的一個因素拿掉之後 那當然你更沒有理由去看壞他明年 這樣的一個精神 最主要還是因為今年機期也低 今年機期 而且如果你去看中國整體的這一些 對經濟的貢獻 你發現到從二零一三年以來 消費對整體的貢獻 已經超過這一些出口 這一塊應該製造成這一塊了 他基本上都在五成以上 所以我意思說 如果假設明年中國內需經濟 可以爆發的話 我覺得目前看起來 明年中國機 大概不會太過悲觀 好 不過我們稍後回來要來關注的是 至於在半導體呢 在今年面臨到這個景氣的逆風 明年又是怎麼觀察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好 半導體的景氣 究竟會冷到什麼時候 然後請教吳總 從營收可以觀察得出來嗎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 就是半導體的 比較上游的金元代工 如果從金元代工來看 我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是金元代工的龍頭 他當然表現跟人家不一樣 通常他是景氣的落後指標 台積電開始不好的時候 景氣 景氣事實上已經不好一段了 那我們來看 台積電今年 我把他的業營收有做出來 他今年11月份還創歷史的新高 你注意看他每個月的營收 就是從這幾年 他都是年成長率都是正的 而且成長幅度很大 不過我們要知道 台積電11月份的營收 通常是他 大概是在9月份 8月份投片的 以及說那個時候 他的投片量還沒有很壞 但是根據媒體的報導 台積電明年 事實上他從第四季 投片量就減少 產能利用力就下修 等於明年第一季會下修得更嚴重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台積電明年第一季 第二季的營收 是一定會不好的 那麼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聯電 就是經驗代工的二哥 如果以台灣來講是二哥 您注意一下 他到在今年的8月份 就已經達到他今年的最高點 然後就一直開始往下修 之後就往下 對 不過他有一個好處 他的連成長率都是正的 那我們再來看一個 就是說利基電 利基電 利基電今年的最高點 是在5月份 5月份就已經最高點 然後逐漸的下修 他到9月份連成長率就